师父说的那些佛学故事 依法不依人 跟大家讲个小故事 看看我们的伟大的佛陀在2500年 他居然能这么的谦虚 值得我们永远永远的学习 一位经常跟随佛陀到处 弘法的弟子 突然对佛陀说 佛陀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老师 然后佛陀听了这个话 丝毫没有露出喜悦之色 没有开心 听懂了吗 反而问他的弟子 你见过世界上所有的伟大老师吗 就是佛陀问他 你说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 你见过世界上最伟大的老师吗 可能就见过我一个 你就说我是很伟大 佛陀就这个意思 那个弟子说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 那么你认识 你现在活在世界上所有的老师 和未来将要出生的老师吗 实际上就是师父了 你见过已经过去 过去的和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 和未来还要出生的那些师父吗 你见过最伟大的师父吗 那弟子说 我不认识 佛陀就说了 那么你说我是所有老师中最伟大的 这句话 毫无意义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你所说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 你看佛陀谦虚 对不对 你说佛陀是世界上 他见过最伟大的老师 因为你没有知道前面有过 后面有没有 和你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见过所有伟大的老师 所以你今天讲佛陀 你说你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 是不是假 也不知道是真啊 你看佛陀讲话 有哲理吗 一个弟子就说了 佛陀我只想称赞你 因为您的教室这么的高明 佛陀就说了 那假如你认为我的教室 对你很有帮助 那么实行我的教室 教室的事呢 就是事业的事 遵行我的教室 这比差美更能使我高兴 就是佛陀跟他说了 你如果今天能够 遵行我给你的教导 遵行我给你的教导 而且去实行我跟你说的这些教导 更能使佛陀高兴 佛陀接着问身边的另一位弟子 如果你要买贵重的黄金 没有试验之前 你会付钱吗 你看看佛陀 就问边上弟子啊 你要是买贵重的黄金 你还没有试过 它是不是真的黄金之前 你会付钱吗 佛陀当然不付了 因为万一是假的 那不就白花了冤枉钱了吗 这个弟子黄老师的 佛陀接下来讲 你这就与我教导你们的事情完全一样 那佛陀就是告诉我们 我今天佛陀讲的真理 讲的佛法 如果你们没有去经过实践 那不算的 要经过了实践之后 你们知道我佛陀讲的是好的 你们才能验证 所以叫证悟了 佛法是真的 佛陀继续说 你们不要认为我所说的 就一定是正确真实的 你们应该自己去实践我的教导 看看是否真实不欺人 如果你发现它的真实 而那么有用 那么就去实行 不要只是因为尊重我 才实践我的教导 另外不要批评别人所教导的 说别人的教导不好 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导师 他们自己都有帮助别人的方法 因此对他们任何一个都不可心存轻蔓 他们教导的好不好 这不是你的事情 你的事旨在使自己离苦得乐 同时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佛陀在2500年说的话呀 到今天还是这么的受用啊 所以佛法那是真的是智慧 弟子们听了佛陀的教导之后 他们从此更能以理性客观尊重的态度 去看待世界上任何的人和事 师父就跟你们讲 我以后啊还会跟你们讲 佛陀教我们怎么看人 佛陀真的是伟大 你们以为你们到庙里去看佛陀这么伟大 哎呀就是个形象伟大 他讲的那些话 他留下了那些经典啊 好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